三姐弟仅仅是出门打个猎 结果就差点被一艘坠毁的飞船削去脑袋 他们长这么大 还从没见过会飞的铁疙瘩 老二迪迦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迫不及待地就要去看看 姐姐艾迪拦住了他 对未知的探索往往都伴随着危险 他可不想自己的弟弟出现意外 最终在艾迪强硬的要求下 迪迦不甘地离开了这里 三人穿过蜿蜒齐驱的小路 回到了自己的部落 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 之所以他们会在这里建立聚集地 完全是想要躲避战乱 在50年前 地球突然爆发神秘大停电 直接导致了数十年之久的动乱 人们差点就打回了原始社会 一些人为了躲避战乱 选择在深山老林里建立部落 艾迪所在的原出部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父亲塞文是这里的酋长 几人把今天看到飞船的事情告诉他 艾迪有些担心飞船上 还有幸存者需要帮助 父亲有些犹豫 他不想为了救几个外人 而给自己的部落带来危险 艾迪却不这么认为 母亲生前曾说过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与人为善这不正是部落的生存原则吗 正是这一戏话让塞文拿定了主意 然而就在方圆千里内 最为强大的乌鸦部落内 女首领亚伯向酋长哥莫拉汇报 她的手下击落了一艘 大西洋部落的飞行器 如果能得到里面的科技 那么称霸世界将一如反常 随后 哥莫拉命亚伯带人 不惜一切代价将飞行器带回来 第二天一早 塞文带人来到了飞行器的坠落之地 这是一种造型奇特的飞行器 就连见多识广的塞文也没见过 从上面遍布的弹孔可以看出 这飞行器明显是被击落了 而且驾驶员也不见了踪影 也就在这个时候 泰罗注意到远处有东西在闪光 走近一看 这是一个冒着蓝光的黑色魔方 奇特的造型让泰罗见烈欣喜 于是趁着别人不注意偷偷地揣在了怀里 塞文让其余人先回部落 由他和铁手去附近看看能不能找到驾驶 两人找了很久 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深红部落的领地 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 部落里竟然空无一人 连一个巡逻放哨的都没有 两人对视一眼 一股不祥的预感环绕在心头 两人继续深入后 果然发现出事了 深红部落里的人竟被屠戮一空 遍地都是触目惊心的尸体 两人不由得心惊胆战 到底是什么人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就在疑惑之时 突然传来了求救声 有一名士兵重伤垂死 塞文连忙问这里发生了什么 士兵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乌鸦部落干的 目的是要找大西洋部落的驾驶员 这让塞文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必须快点回到部落做好方法 另一边 泰罗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小距离 每当他捡到一些旧世界的物品后 都会偷偷地藏在这里 这次也不例外 就当他把魔方摆放好后 身后突然传来咳嗽声 浑身是血的驾驶员竟然躺在角落里 嘴里一直念叨自己的魔方不见了 听到魔方两字泰罗眼神有点博闪 看到驾驶员伤势太重 泰罗表示可以回部落带些药过来 临走时 驾驶员叫住他 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在这里 否则会有大麻烦 泰罗回到部落后 翻箱倒柜地找了一些药物 就在准备回去时 却被艾迪堵在了门口 他看到泰罗鬼鬼祟祟的 就知道一定有事瞒着他 当看到他的包里全是药品后 就猜到泰罗找到了驾驶员 无奈之下 泰罗带着两人来到了秘密基地 经过艾迪的检查发现 驾驶员伤势太过严重 必须带回部落进行手术治疗 三人只好抬着他返回部落 浑然不知就在他们身后 秘密乌鸦部落的探子正死死地盯着他们